大家好,这是心灵港务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为了让别人喜欢你,你有多努力 我的一个朋友,之前所出的一个朋友 A说,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他觉得工作特别的累,领导还特别的苛刻 他想辞职,可是又不能 他说,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希望我做这份工作 如果我辞职了,他们会很失望 我问他,他们失望会怎么样呢 同学A说,他就是不喜欢我了 所以同学A才不喜欢的岗位上委屈着自己 这就是同学A 为了得到爸爸妈妈的喜欢而付出的代价 能让别人喜欢自己,当然是很好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别人能够喜欢自己 这是人类正常的一种心理的需求 可是为了别人喜欢你,付出了什么呢? 做了什么呢? 有的人明明不喜欢,也不会拒绝 就怕别人不高兴,不喜欢自己了 宁愿自己受点委屈 好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怕别人对自己有意见 不喜欢自己了 明明不想去做,还会强迫自己去做 明明不想努力,还会强迫自己努力 就想让自己变得努力优秀一点 让别人喜欢自己 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 习惯了忽视自己 委屈自己 强迫自己 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是吗? 其实,很多时候你做的这些事情 别人也未必喜欢你 你委屈了,牺牲了别人 未必喜欢你 甚至因此讨厌你 但一个人只要相信做了这些会被喜欢 他就会风雨无阻地去做 当一个人去做的时候 这些没有得到相应的喜欢 他就会受伤,愤怒,委屈 但从来不会思考 这些得到喜欢的方式是否有效 也不会因此思考 为什么一定职责地喜欢 他只会在受伤的时候 铁视自己的伤口 在恢复过来的时候 继续受到同样的方式 努力得到别人的喜欢 所以我们先不要去问 这些逻辑是否成立 这些策略是否有效 只是想问你一句 你这样直吗? 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 你做了这些付出委屈 牺牲或者是努力直吗? 为了让别人喜欢你 你有多努力? 为了让别人喜欢你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心疼这样的自己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开心 利益 感受到轻松 自由 都无所谓 我只要别人喜欢 为了别人能喜欢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那恭喜你 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需求的人 你为了得到自己的最重要的需要 愿意放弃吃药的需要 那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 这时候 我只建议你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 那么你就不要去抱怨累 或者是没有自由 因为你选择了更重要的被别人喜欢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喜欢与否 不值得自己付出那么多 不值得自己牺牲那么多 因此而选择了先照顾自己的需求 那么你要知道 有多时 有很多的时候 选择重视自己的代价 就要可能导致别人不喜欢你 你重视了自己 就可能会导致别人不舒服 别人会受伤 别人会失望 别人会不开心 从而可能会导致别人不喜欢你 虽然别人不一定会因此不喜欢你 但当你选择的时候 你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恐惧 因为别人就是因此有可能不喜欢你了 你的恐惧可能是假的 别人不会因此而不喜欢你 但更可能的是 真的 别人就是因此不喜欢你 我不想去改变你的逻辑 我只想邀请你去问一问自己 假如这是真的 因为你做了或者不做某些事 别人就是会不喜欢你 那你要多大程度上 为了别人的喜欢 继续忽视自己呢 这样的人对于爱情 有着极大的渴望 人之所以会牺牲自己来获得爱 是因为他们太需要被爱了 更令人难过的是 我更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怎么努力 你都得不到别人足够的喜欢 因为你掏工了自己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替你填满这个空洞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除非你学会了真正的重视你自己 心疼你自己 当你学会真正爱自己的时候 你对别人的爱 就不会那么大的苛求 然后你有更多的能力为自己做事 从而让自己更优秀 也就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人 从而也得到了更多的喜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为你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所帮助 那喜欢我的视频的 希望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